你好,欢迎收看10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宜慧 3号下午在Sakiraya族技术广场举办了火神祭 共同纪念百年前Sakiraya族和格玛兰族仙人为了捍卫土地及生存权益所做出的牺牲 包括了县长徐正卫及花莲市长魏嘉贤都亲自出席 130多年前的达顾湖湾事件而惨遭灭族之祸 幸存的族人尹荀至阿美族 直到2007年才证明成功 而为了纪念一百多年前的灭族事件 族人以火神祭的方式象征族群因火而亡,火里重生 火神祭也是Sakiraya族一年中最重要、最盛大的传统祭典 每一年的火神祭让我们所有的在全国各地的Sakiraya族的我们的族人 都能够回到我们的地方 尤其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 希望能代代来传承我们的历史 也让我们不忘历史以及继续来为Sakiraya族来努力 证明之后每年固定举办的火神祭就是在告诉下一代百年前 部落曾经被灭族的惨状 同时藉由祭典、告慰、逝去的灵魂更要年轻人忘记他们身上 由着祖先辛苦保存的血脉 那也希望能够领怀过去祖先、文化 还有我们种种的累积起来的文化跟历史的部分 能够重新复兴整个族群 那我们希望整个族群虽然已经被原住民文会认定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落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部落族群里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出来 然后有经验园区、有部落聚会所、有部落所有的一届 那花蓮市就是我们Sakiraya的一个家 那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文化建设 都能够在这里持续不断的开始相关的建设 Sakiraya族从证明之后每年固定举办的火神祭 就是告诉下一代百年前部落曾经被灭族的惨状 同时借由祭典、告慰Sakiraya族逝去的灵魂 更要年轻人别忘记他们身上留着祖先辛苦保存的血脉 他们的肩上承担了传承文化的重则大任 据者林杰花蓮市采访报道